苏蕾老师好 我是今天的面试选手 我叫崔志欣 来自黑龙江省美丽的雪城牡丹江市 今年33岁 从事11年的艺术教育教学工作 在这11年里 我做过合作创立机构 做过课程研发 体系研发 做过研学项目研发 今天想在这里 获得一份跟教育相关的 教程研发工作 谢谢大家 这个崔志欣啊 我最难忘的一点 就是她应该是一个 特别有爱心和耐心的人 她教音乐 陪自己的第一个学生 陪伴了十年 孩子呢 是我的第一个学生 因为我是教架子鼓的 之前她的所有信息 我都不了解了 然后孩子来了以后 在课堂上跟我的 就是给我带来的反馈是什么 她不会跟我说话 没有眼神交流 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任何互动 打招呼再见你好 也没有 我也是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她妈妈跟我说 父亲走得早 但她知道 她心里明白 小女孩心里很有数 她不跟你说话 她只默默站在你身边 然后我就去带她出去 游乐场玩啊 然后因为当时我没有孩子 我们的感情一点点 在身后的时候呢 她会在我上 给其他同学上课的时候 靠在我的身上 让我第一次感觉 有父亲的感觉 这是我从三岁开始 这么整个一个阶段 我们之间 有情感上的那种 难舍难分 也有所谓的师父 对土地的那种因因期盼 那么这个孩子在前年的时候 通过学习架子鼓 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的 附属中学 流行打绝系 就感觉自己的孩子成了 因为我做了十一年教育 我想让别人认可我 不是去夸你 是认可你教出来的孩子 他是有能力 通过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途径 去走到他想要的 那一座学府 我认为这很重要 这就是我跟他的故事 有的时候是 老师一句话 能改变一个孩子一辈子 你赶上一个好老师 你这一辈子都不一样 我们面对孩子 除了真正的 我们要教会他东西以外 其实我们付出的 更多的是情感和爱 责任 这是教育从业者 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觉得可能爱的东西 背后读到了几个字 就非常的真诚 第二个呢 我觉得孩子能够跟你交付 一定是你给他 爱的那个方式是对的 除了真诚的爱之外 其实是你有方法 所以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必须要有悲天悯人的 那种情怀 这是我认为的传道授业呢 是这样 传道授业不仅仅是从我 单纯地输出给学生而已 是我要去不断地充斥自己 学习 专业 教育 乃至跟教育相关的所有领域 左边最下方的一个小女孩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冰冰 这个两个帅气的男孩 是我带过的 现在已经一个在厦门理工 左侧的这个男孩呢 他现在是在哈尔滨师范大学 这是我的传道授业的经验 这是我的第二个幻灯片 这两本书现在没有出版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我们内部自己的一个教材 在我的所有的版面设计上 VI的体现上和所有的原画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么包括下面的非洲谷呢 在当地我们也有一些幼儿园 去加盟我 我所说的加盟 并不是他们掏加盟费 而是说他们来 我去做免费的培训 他们有正常的股子销售出去 然后还有教材跟着他们 去完成他们幼儿园 启蒙打掘这一项内容 你这学校办得好好的 跑来求职干嘛呀 我更多的是 因为我在一个五线的小城市 牡丹江太小了 从这十一年里 我做了自己的教学体系 就是我自己专业的教学体系 还有研学的教学体系 我想知道我深深的能力 能否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带给大家更多的火花和思想 那你出来打工想做什么岗位呢 艺人是音乐教育吗 不是 我是想做跟教育相关的研发岗位 我现在的女儿 二女儿已经三岁了 我在想 其实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 做一个榜样 说我有没有 爸爸有没有能力说出去 见识见识 我们不是非得留在家 才一定会有很优渥的生活 我们要出去闯 我觉得你这是 拿孩子找借口 你就是自己想出来 你在家里面当爸爸好 爸爸当得挺好的 刚才说到你的第一个学生 这种种行为 都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 你那中心这几年教育 是不是运转有些不佳呀 还好 没有明显的不佳 就是我的投资人 是我的哥哥 他的房子都是自己的 并不是说做不下去了 想出来或者怎么 没有 那你出来是准备 做得不好就回去 还是就一定要在外面扎根了呢 我要在外面扎根 我想学 你想把孩子也接过来 是的 把家人也接过来 对 这可是一盘大棋 我懂 而且这个不由你的意志所决定 我明白 这由现实状况所决定 明白吧 明白了 所以你自己看着万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五盏灯 天生我有才 吉他 你 ña 没有 有的 好吃 要 是 是 是 后来 对 我就想跳舞 来来来 你你你随便弹个调子 他来跳 这是我们的女王 要我们赵小叶上来是 好 好 一黑一白 来来来 来来来 小叶穿了新裤子 你要秀一下 可以绕着小崔转动吗 真的 我感觉小叶跳得好一点 小叶把他反而都跳出来了 是的 是的 好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小青和小白 来吧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新入职公司 你发现主管不仅情绪化 而且还双标 觉得骂人就能管理激励员工 要求苛刻自我优越感爆棚 该不该辞职呢 如果是我 我不死 我认为他的问题不应该凌驾在我的身上 他的问题是他的 我的是我的 我对的是他这份工作 而并不是他这个人 聪明 你的主管通过各种心理控制的方式 不停地打击你 让你上司至尊 最终对上司言听计从 那太好了 确实你没做到百分之百啊 嗯 那是我身上出现问题了呀 嗯 我没有达到这个百分之百的素质 那为什么你不让别人说呢 哪怕他带了个人情绪 为什么不能说呢 嗯 对他没笑 我跟你讲 为什么没笑啊 因为他因为士兵将帅王 他已经走到王了 所以他到这儿来是实际上情质庄高 他有更大的棋要下 合理的当训练 他不合理的当磨练 他目标就是 哎我要去下一个更大的棋 我三年前就听过这句话 我说实话 我每学的一个点 我都尽力的记在脑子里 因为我 我的学习平台太短了 我也后悔自己的 那个 文化程度很低 你不用讲道理 你的本质是说 我今儿当不了孙子 明天是当不了爷的 你的本质上是 你只是来学习 但你遇到这样的人 你是会离开的 我并没所谓啊 基本上 老板骂员工 骂完后面都会说一句话的 或者骂之前说一句话 我是对事不对人的 很大一部分老板 其实他骂人 他真的不是针对 这个人 我特别想知道周伟的话 是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他就是赖着不走 不是 我不是他员工啊 合作伙伴更遭殃啊 对 我们没有说是主管 就是管理你的人 并没有说你是不是他的员工 我没有人主管我 我们是合伙人 平等的 是这样的 平等的也是他做主 对啊 但是人家还是大股东嘛 所以他会尊重股东的意见 所以他尊重股东的意见 这句话说得多么没有提及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 只要他双标 这个时候扭头都走 因为双标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如果他高要求 然后神精致 然后那个 甚至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然后但是对自己也苛刻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这就像Prada的女模头 对 不是 我觉得是要有标准的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老板 整天骂爹骂娘 然后暴脾气 职场上面 公司有规则 但是最起码的尊重 没有语言暴力 是绝对不可以的 如果一个老板就是嘴独 但真心为员工好 只是太苛刻 就看你自己到底要哪方面吧 这没有绝对的标准 好吧 我们现在回到你的岗位上来 你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喜欢 没岗位 怎么办 你愿不愿意接受 现在任何一家现在的 教育企业管理公司 最低的岗位 我愿意 你都能接受 我可以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很好 三家教育机构都留下来 这就是真喜欢 来 写牌 请陈老师再做心理投射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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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童的这一块 你面对的很多是K12的孩子 我们可能有更小的孩子 你需要补 懂 那如果要是接触到家长的话 他后期还会有一些提成在是吧 就是还会额外去 对 接受其他的课程对吧 对 我们的教父岗位的那个 有一大块收入呢 是来自于每年两个学期课程 结束之后的续费 然后续费的话 我们会是有完善的这个续费奖金 基本上的话应该是 在那个月应该会拿到 但是他一年会有两次 一次大概两万块钱左右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少年得到 腾艳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为什么 就是了基础岗 我做过两年 可能我的素质没有那么好 我认为我再学习 回来绝不是8K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沉淀 再学习 我还可以再提升 等到我再来的时候 如果提升到一万或一万二 那你今天来干嘛呢 找工作呀 你今天是来找工作 你已经满足了你的预期 你也愿意调到六千 你也愿意接受金厨岗 你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你现在不是机会吗 是机会 对呀 我的感觉是那个 小小的 鸡贼吧 这个鸡贼中间是这样 自己中间还有一个是 自己那个小王者之心 放不下来 他面上说 我愿意接受基础的岗 但是呢 又觉得自己那时间投入的 是值还是不值 我其实认为 这两位姐家 尤其是任农白 是满满的诚意 很认真 让大家自己评说 谢谢再见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再见 谢谢